是你真是胡太医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 是他啊皇上 何臣妃 你在这胡言乱言是不是疯了 王贵妃 你不要假装不知情 我已经命人让胡太医来这里 我要当面跟你对质 何臣妃 我看你是疯了 胡太医怎么一致与本宫何干 对什么致 来人 把他带出去 是 不 好 放得胡太医过来 皇上 臣妃也觉得奇怪 为何吃胡太医的药 臣妃也吃身体运不尽 就是他们 是他们串通谋害臣妃 皇上 你要为臣妃做主啊皇上 皇上 看来你真的是疯了 来啊 把他带出去 是 皇上 皇上 你要为臣妃做主啊 臣妃真的是被人用药打了他啊皇上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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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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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臣妃该死 皇上 臣妃真的是被人用药打了他啊皇上 皇上 臣妃有嘴 把他拉出去 是 是 皇上 他亲自以赶快 不许 你亲自以赶快 你被人用药打了他啊皇上 皇上 皇上 该死的前人 胡太医店外求见 快传 是 参见皇上 贵妃娘娘 胡太医 快给皇上看看 皇上 只是皮外上 无大碍的 用点药就没事 胡太医 刚才和臣妃来宫中吵闹 说本宫与你 和谋下药 打掉了她的胎儿 你快点告诉皇上 可有此事啊 回皇上 绝无此事 和臣妃 只是女人常见的病症 是月训持妻 绝对没有怀孕 这可她真的是疯了 胡太医 你快点为皇上看完之后 再到和臣妃宫中看看 她刚才失常的举动 本宫真是很担心啊 是 我的外套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没有能使妻 放开我 胡太医 你怎么把军队和国家 要给我打开 害得我的孩子 在不流洋 你现在又陷害本宫 胡太医 你不得好死 你不得好死 你要干嘛 给我带走 何臣妃 娘娘 娘娘 何臣妃的伤了皇上 又患失心疯 下官奉命把她带走 下官功务在身 先引告她 把她带走 何臣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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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了失心疯 要把她押到冷宫去 你不这样啊 白妃娘娘 求求你想办法 救救我们娘娘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娘娘 白妃娘娘 请公公代为通船 百臣妃求见太后 回娘娘 太后不在宫中 刚才接报 知皇上受了伤 太后已赶往皇上请宫了 娘娘 那怎么办 我们先回去 百臣妃参见太后 什么事情啊 臣妃有事想跟太后禀报 来一家请公说吧 是 百妃啊 你知不知道今天何妃 跑到万贵妃宫中 伤了皇上一事啊 臣妃略有耳闻 不知皇上现在伤势如何 性无大碍 你们这些妃子呀 前一段时间 少贤妃参奏 说你纵容宫人 说她的坏话 今天又是何妃 闯入宫中误伤皇上 太不像话了 太后 何妃 她是心里有委屈 想对皇上说 她今天的不是 皇上应该责罚她 但她绝对不是疯了 千万不要 把她关进冷宫啊 她是不是疯了 该由太医诊断 而不是你 这点道理你应该知道 可是 好了 哀家今天 被皇上受伤一事 静得头疼 你回去吧 那何妃她 好了好了 哀家自会秉公查明的 是 太后 臣妾先行告退 太后 何妃突然封了 伤及皇上 这也太奇怪了吧 何妃她是不是疯了 哀家并不在意 哀家在意的是 要是真的像何妃所说的 这万贵妃勾结胡太医 加害于她的话 哀家绝不会放过这个妖妇 太后放心 是 太后妃一 太后妃有 你不在意 我不是说 光直参见娘娘 并身 谢娘娘 你们全部退下 是 不知道娘娘急召奴才进宫 有何要紧之事 何臣妃在两个时辰间 曾闯进宫中胡言乱语 说本宫与胡太医何谋 下药打掉了她腹中的胎儿 好在她已经被诊断 换了十时新风 本宫怕宫中人多口杂 此事会越渺越黑 所以本宫请汪厂宫来商议 娘娘 其实这种在宫中 以讹传讹之事 不足为患 但最怕的是 有没有被人抓到把柄呢 太医用药各有不同 本宫就是担心周太后 以此作为说辞 对付本宫 娘娘 我可以保证 御药房内 不会有任何不利 娘娘的人证和物证 有汪厂宫相助 当宫就放心了 娘娘放心好了 请问你们这是要 少废话 不关你们的事 张太医胡太医的位置在哪 那 这是张太医的位置 这是胡太医的位置 行了 给你们的事了 你们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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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了 别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打胎或者小产后用的药 这样看来 何妃以为被人打掉龙胎的这件事 还真是子虚乌有啊 今早预养房又派了两名太医 到冷宫去给何臣妃看诊 也说何妃心绪紊乱该是疯癫之症 哎呀 真是的 年轻轻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恶极啊 幸好及时发现 要不然真会危及皇上的安危 是啊 后宫之中出了一个风嫔妃 说起来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吩咐下去 以后不许有人再提及此事 谢谢太后 娘娘 少掌约求见 春华 找我有事吗 夏合让我来劝劝你 夏合 奴婢怕娘娘会一时不善 重蹈何妃覆辙 所以才找少掌约过来劝劝你 我只是想去冷宫 看我一下何妃而已 你这也要惊动春华吗 你千万去不得 明知她不是疯的 怕什么呢 我们怕的不是何妃 怕的是害她进冷宫的那些人 你堂堂一个妃子 拿着东西进冷宫 一定会引人重复 你不想去冷宫 难免会惹祸上身的 可是刚才拉儿来找我 她说何妃在冷宫 衣衫担保 什么都没有 难道我可以这样 不闻不问吗 这样好了 你想带什么东西 我帮你带去就是了 那你不怕被人当作同伙吗 怕什么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掌约 进出冷宫 不会有人注意的 也不会有人着意来对付我 可是这样 娘娘 你可千万不能冒这个险 让春华走一趟好了 何妃啊 就是太沉不住气 才受了这么大的冤 何妃就是个例子 你现在贵为妃子 一言一行 都要小心谨慎才行 好吧 春华 那麻烦你了 你放心 我这就去 开门 开门 我不是疯子 我不是疯子 我是被人又要打了她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你是谁来这干嘛 公公 我是月宫局的掌月邵春华 以前常得何妃娘娘的赏赐 知道她现在病了 被关在这里 所以想带点东西给她 唉 锦上天花翼 雪中送她难 难得还有人想着她 谢谢公公 来 进去吧 谢谢公公 你 娘娘 娘娘 来不及来 你没事吧 我扶你坐下 这些东西 是百妃娘娘 托我带过来给你的 带我谢谢百臣妃 娘娘 你别难过 一定要停下去 才会有机会翻身 翻身 我还有机会翻身吗 有 无论如何 活着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 可是 可是要我在这狗狐 还不如杀了我来得干脆呢 你帮我向百尘妃带个话 求他向皇上救求情 说我不是疯子 只要他放我出去 要我做奴做弊 都没有关系的 这个 娘娘 求你 求你帮我向百尘妃带个话吧 娘娘 别这样 春花会折瘦的 你先起来 不 你不答应我 我就惭愧不起 现在只有百尘妃带可以救我 我求你 我求你 你听着说 我求娘娘 我求你 行了行了 走吧 走吧 这个疯子 走 娘娘 我求娘娘 我不是疯子 我不是疯子 你还没有答应我转告百尘妃 让他来救我 只有他才能来救我 少讨厌 我不想再在这 好 你还没有答应我 让百尘妃来救我 救我 救我 我不是疯子 救我 我 你先喝喝 说话 何飞娘娘情况怎么样 还好没有让百飞娘娘去看看 要不然 她一定会很难过的 想不到还不到两天 何飞竟落到如此境地 我们在宫中 一定要小心行事 要不然 稍有不慎 后果就不堪设想 何飞娘娘说了什么吗 她还是告诉我 她没有疯 并且 希望我带话给百飞娘娘 让她去跟皇上求情 放她出来 现在 这件事情 正在风头上 娘娘 怎么可能 去跟皇上求情呢 这我也知道 所以 我没有答应何飞 去替她传这个话 娘娘 正等着我们回话呢 我们先回去吧 嗯 春华 春华 娘娘 春华 何飞他怎么样 他 他还好 现在 已经静下心来 想通了 说到皇上气消了 也许可以赦免他 何飞他能这样想 就太好了 你别想太多了 日后 你还有什么东西 想拿给他 我帮你送去就是 嗯 现在也只能这样 春华 谢谢你 你啊 好好休息 我看你这几天 太操心了 纯王痴寒 何飞变成这个样子 叫我怎么能安心 事已至此 你担忧也没有用 你先回宫休息 我也回宫局去忙了 嗯 你去吧 娘娘 我们回去吧 まあ vielleicht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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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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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